一艘客船上,四对年轻的男女正打算登岛参加探险节目 谁先按照藏宝图标记,找到宝藏就能得到一百万奖金 别的参赛者都在养精蓄锐 山鸡却不老实地拍着比基尼美女,搭档伊林起了运船反应 谁都没注意到,就在海面不远处,一群黑色的不明物体正游向小船 黑银猛地先翻了小船,好在他们距离小岛很近 选手们狼狈地游上岸,只有伊林将藏宝图带在了身上 却被其他队员们注意到了,不管他们走到哪,其他人都紧紧跟着 山鸡决定带着伊林甩开他们再去找宝藏 一声惨叫,让伊林停下脚步,是一个女队员摔倒了 伊林赶紧上去呼 天哪,你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我没事 反应怪中计了,山鸡和伊林被团团围主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危险正向他们缓缓靠近 草丛里一阵晃动,大家连连后退 一个日本选手扔出匕首正中目标 那竟是一头野猪 野猪是不会单独行动的 你们还当什么,跑 一个人不小心撞掉了马蜂窝 酷白貌美的女主播遭到风群围攻 被迫脱下衣服,拼命驱赶 可根本无济于事 还有人被野猪追到树上,不小心跌落悬崖 到了夜晚,岛上升起了一层雾气 他们却不知不觉共同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建筑前 从墙上的照片看出,这里是一个几十年前的麻蜂病医院 据说,当时的麻蜂病是不治之症 有人传出一个荒谬的说法 就是和十个健康的人一起打扑克 就能彻底将病毒传出体外 很多妇女遭了毒手 最后,那群麻蜂病人被关到了这座岛上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后来有人开办了医院 可从外面罗着的骨灰潭看 他们最后也全都死在了这里 突然一声炸响 一个骨灰潭裂开了 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外面狂风大作 屋里却出现了更多的骨灰潭 像一串串风铃发出脆响 怎么会有我名字 这个女人一把搂住男人 为了得到她的藏宝图 不惜出卖身体 一百万奖金六四分 山姬拿大头 接着就有更好看的提出三七分 可山姬只想快点回家 因为这座小岛实在太邪门了 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被写在骨灰潭上 山姬的骨灰潭 正是当场爆开了 山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预示着麻风岛上的亡灵部欢迎他们 可一百万奖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大伙没拿到宝藏 谁也不愿走 山姬只好宣布退赛 第二天就乘船离开 当晚 山姬把自己封闭在木屋里 突然被一道看不见的力量打飞出去 接着又被看不见的双手托形 记者跟随血迹 亲眼目睹山姬掉下了悬崖 胆小的女生认为 是麻风鬼在向岛上的人复仇 男人们却认为 有人为了夺藏宝图 杀掉了山姬 而凶手就在他们之中 人人自危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出 伴随着骨灰潭一个个破裂 他们也相继死去 摄像师在检查录像时 发现了可怕的鬼影 死了 女主持人看到墙上的像矿街帘掉落 吓得跑到外面 死了 还有被飞来的石头砸死 还有人在洗澡的时候 被开水活活烫死 下一秒 刚刚死去的尸体 猛地对身边的朋友出手了 最后 只剩下伊林一个人 她接过死者手里的电话 和一个小本 慌张地逃离了麻风病医院 外面正下着暴雨 伊林脚下一滑摔晕了过去 伊林醒来发现 身处地窖 墙上贴满她各种角度的照片 一个绝不可能的人出现了 女人睁开眼 发现身处地窖里 墙上挂着她各式各样的照片 她打着手电在地窖不断摸索 脚下一半发现了一口大地 同时地窖亮起了灯 伊林看到不远处有人影 可一转眼 那人影就出现在她的身后 这人正是她死去的搭档山姬 原来他们见到的鬼 都是山姬使用魔术 做出的障眼法 其实 山姬曾是被遗迹在岛上的孩子 开设医院的院长 用黄金做出了九个金顶 位置就写在了一本日记上 本来山姬想据为己有 不料 这日记本竟意外被他们发现了 每个得到日记本的人 都没有公开这件事 他们都想独吞黄金 山姬就一个接一个地杀了他们 所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都得死 伊林是最后一个 山姬将伊林绑在行李上 拿出刀子去割 伊林痛苦的表情 让山姬想起了去世前的妈妈 越发变态地戏弄伊林 伊林趁她不备就是一脚 随手抡起搞头一顿猛杂 见山姬没了动静 一蹶一拐地逃进地窖深处 可山姬哪那么容易放过她 她就像个猎人一样 极其享受这种追赶猎物的过程 最后伊林还是被逼到了绝路 山姬抡起搞头 砸断她一条腿 就在最后一击时 搞头却偏偏勾住了上面的木桩 伊林趁机抄起木棍 开始反击 结果山姬勾断了支撑隧道的木梁 瞬间被活埋在了地洞里 伊林在彻底塌方之前爬到了外面 这场惊心动魄的猎杀游戏 终于结束了